黃新穎這日為新劇士造型 以長髮造型現身的新穎 剛剛去了澳洲出席三姐姐的婚禮 男友馬國明也有一起去 新穎還說現在也有些衝動 想早點結婚 馬國明看來就要認真計劃一下 我又覺得沒有壓力 但是因為這次去這個旅程 我看到時間過得很快 爸爸的身體開始差了 那一刻是會很希望 因為很想爸爸在我的婚禮上出現 但是沒有那個壓力 但是也有一刻 另外早前黃浩然的太太 就和一位已婚男士傳出緋聞 不過浩然對太太就是絕對信任 雖然自己回應說笑話則 但其實也可以去到很嚴重 因為小朋友的同學 也會看電視看報紙 如果傳出了小朋友 我覺得不太好 當然太太一定會有不開心 雖然她是一個很強的人 但是始終也不是這麼好的報道 我會覺得 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小朋友 保護太太 希望這件事快點完結 就是少一點去回應 謝謝大家 很高興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